第1章 朱元璋 只可惜他荒淫无道 最终闯下了颇天大罪 惹得朱元璋震怒 直接不顾皇家颜面 将朱潭处以昆刑 这朱潭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这昆刑又是一种怎样的刑罚呢 朱潭可谓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 父亲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母亲是后宫恩宠不断的郭宁飞 更是在马皇后去世后 郭宁飞直接掌管了后宫大权 并且郭宁飞的娘家势力也十分的庞大 其父亲名叫郭山甫 根据名史记载 他十分擅长相术 并且有着十项九准的把握 所以当郭山甫遇见 还是一个平凡红金军的朱元璋时 就从他的面相看出了这个人 日后肯定不凡 必定可以富甲一方 位高权重 正因为如此 郭山甫决定让自己两个儿子 前去追随朱元璋 在朱元璋带领着军队大杀四方时 郭山甫的两个儿子没少出力 更是在一次次的战役中立下了不少的汉马功劳 就连郭山甫的女儿也嫁给了朱元璋 也就是后来宠冠后宫的宁飞 可以说 郭山甫的这一步棋 走得十分妙不可言 他们一家都成为了明朝的泰国功臣 并且因为从罪意开始积累下的情谊 朱元璋十分信任郭家 郭山甫被追封为银国公 其二子郭兴被封为拱昌侯 其四子郭英被封为武定侯 一家人都成为了权贵中的权贵 一辈子都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而当郭宁飞生下朱元璋的第十子朱坛后 更是奖赏不断 普天同庆 并且在朱坛出生不到两个月 就被封为鲁王 当时的朱坛 是所有封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册封时还是被人抱着 给朱元璋行礼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特权 还是朱元璋亲批的 他还因此设立了宝宝一职 专门负责抱着年幼亲王行礼 幼时的朱坛乖巧听话 天资聪颖 十分的讨人喜欢 朱元璋更是没事 都会抱着小朱坛在怀中逗弄 享受着天伦之乐 渐渐大了点的朱坛 开始学习知识 他不骄不躁 勤奋好学 不管教他的老师 传授给他怎样的学问 朱坛都可以熟悉于心 并且还能举一反三 最重要的是 朱坛极为谦逊的优良品行 他从不因为自己贵为皇子 就去欺压他人 并且受到别人夸奖时 也从不狂妄自大 这让朱元璋十分的欣赏和看重 孤宁飞也因为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儿子 而感到骄傲和沾沾自喜 并且还在心中暗暗盘算着 他们家势力庞大 朱坛又聪明伶俐身的朱元璋喜爱 说不定以后还是有机会 争一争那至高无上的位置的 渐渐的 年幼的朱坛已经长成了少年 朱元璋也开始为他以后的封地而发愁了 要知道朱元璋的其他儿子 秦王 晋王 燕王他们成年后 都被派到了国家的边境上去 束手边关 但对于他一向宠爱的鲁王朱坛 朱元璋自然是舍不得让他去拿边关受苦 所以他决定网开一面 给他指了眼镯作为封地 并且在朱坛十五岁时 朱元璋还亲自为他选了名门贵女 与汤氏为王妃 两人举办完婚礼后 就一同领命前往了朱坛的封地 山东衍州府就翻 朱坛带着妻子 汤氏来到自己的封地后 就立即开始专心处理政务 毕竟他从小跟着朱元璋长大 所以耳濡目染地学习了很多的治理之法 而他也知道自己的父王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并且还对自己报以厚望 所以此时的朱坛还十分勤勉地处理政事 他由衷地希望自己封地的百姓安居乐业 最重要的是 他也想让自己的父亲看到自己的才能 毕竟他临走的时候 母亲郭宁飞亲自交代过自己 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 这样以后的路才会平稳 朱坛本就是个千功下士的性子 并且他还博学多时 所以很快他就收纳了许多的能人意识 成为了自己的内臣 只是朱坛毕竟年幼 所以那些内臣之中有几个心思活络的 一直想要讨好朱坛 所幸那时的朱坛心思全在政务上 所以并没有让那些奸臣蛊惑 朱元璋知道后 就更是对朱坛赞不绝口 即使在朝堂上 也丝毫不避讳地夸赞自己的儿子 只可惜好景不长 朱坛身边并没有刻意忠言逆耳的人 因为他显贵的身份和朱元璋的宠爱 所以导致了他身边的人都对他极为讨好 并且民间的那些对朱坛的赞扬也络绎不绝 他的妻子汤氏也是个柔弱的女子 从小就被父母教导的要出嫁从夫 所以在面对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朱坛时 汤氏从来就不敢忤逆 甚至是明知道丈夫做错了 还是一味地顺从 生怕哪点让朱坛不开心了 久而久之 朱坛的心境发生了变化 他被身边的人抬举得太高了 甚至有些开始飘飘然了 朱坛觉得自己政绩显赫 日后一定会位积高位的 父皇也对自己赞赏有加 身边的人无疑不再夸赞他 让他有些忘乎所以 而这些最终也导致了朱坛的悲惨结局 他开始变得狂妄自大 不思进取 甚至在身边 奸臣的窜夺下 开始荒废政务 沉迷于酒色之中 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第十子 是报以厚望的 所以他一直都在 关注着朱坛的一举一动 当得知他渐渐地荒废政务 并且还开始沉迷女色后 十分的震怒 可即使这样 他也舍不得责罚这个 让他从小宠到大的孩子 只是写了一封密信 快马加鞭的 送往了眼周朱坛的府上 信中的内容字字句句 都是父亲对儿子不争气的 无奈和训诫劝告 虽然都是责罚的语句 可里面也包含了朱元璋 对自己这个儿子浓浓的爱意 只可惜此时的朱坛 已经被身边的那些 奸臣哄骗的团团转了 所以当他看到父亲的来信后 并不觉得害怕 他甚至从信中看到了 朱元璋山高皇帝远的无奈 所以朱坛并准备收敛 可为了不让父亲知道 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将朱元璋在自己府上 安插的眼线全部除掉了 至此朱坛算是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朱元璋也十分的无奈 他想狠狠地罚他 却又舍不得 并且如今的朱坛 也不是这样的罪名 可以轻易处罚的 朱坛每日都过得纸醉金迷 身边奸臣环绕 好听话一箩筐一箩筐地 说给朱坛听 他的妻子汤氏 也十分顺从自己的丈夫 即使他纳了一个又一个的美妾 汤氏也从来没有反驳过 偶然的一次机会 朱坛从身边的 一位老嬷嬷口中得知 自己的母亲郭宁飞 在生她之前 其实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但没有一个可以长大成人 不是夭折 就是流产 只有他朱坛平平安安地 活到了现在 朱坛听后十分地害怕 他认为是自己母亲的身体太弱了 所以生下的孩子都活不长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朱坛就特别珍惜自己的性命 而他也因此开始沉迷于 追求长生不老之术 到处寻找可以长生修仙的丹药 只要自己成仙 那就再也不用担心生老病死 就连边境的敌军 也可以在自己弹指之间 灰飞烟灭 想想都觉得快灾 身边的奸臣得知朱坛的想法后 开始自发地寻找 那些可以炼丹的道士 为朱坛炼指长生不老之药 可那些道士连医术都不懂 如何能治药呢 所以那些丹药并没有什么用处 连强身健体的效果都达不到 但朱坛已经沉迷进去 根本就丧失了判断的能力 就连他的王妃 汤氏也一样迷恋上了长生之道 那些神棍倒是只想着 如何忽悠着朱坛给他们金钱 根本就不顾朱坛夫妇的死活 那些丹药里面都含有过量的金属性毒素 长期服用会导致剧烈头痛 头脑不清醒的情况 朱坛见自己的身体越吃越虚 还时常头痛 就勃然大怒 怒骂着那些道士都是一群废财 更是在仪器之下斩了好几个恋丹的道士 而这时候有个道士为了活命 急忙说道 可以用99个铜男命根子为药引 就能治好朱坛的头疾 并且还可以长生不老 此时的朱坛已经走火入魔了 他十分害怕自己 也像自己母亲前几个孩子一样 夭折死亡 所以当他听完这个药方后 十分的兴奋 他甚至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妥 甚至还认为 如此声势浩大又血腥的方法 一定可以助自己成仙的 朱坛为了这件事情万无一失 他还特意交代了自己的王妃 汤氏来操办此事 那时的汤氏也早就被那些道士洗脑 他和自己的丈夫朱坛一样 沉迷于长生丹药 丝毫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残忍 他甚至用了雷霆手段 逼迫百姓们将他们的儿子交了出来 很快九十九个童男的命根子 就被炼丹入药 朱坛和汤氏抱着虔诚的态度 都尽数服下 根本丝毫就不在乎那些童男的死活 两人就像个怪物一样 满心满脑的都是修仙 长生 可始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这件事情很快就造成了民怨 并捅到了朱元璋跟前 朱元璋听后直接派桌大怒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最疼爱的儿子 会做出这样荒淫无道的事情 为了给那些被残害的百姓一个交代 朱元璋决定大意灭亲 将朱坛和他府上的所有人都绑到了皇宫 可他却始终下不去手杀了自己的亲儿子 所以朱元璋就直接将朱坛府上的 所有奸臣和道士都斩首示众 并直接处死了 无法劝戒自己丈夫 并和他一起荒唐服用仙丹的王妃汤氏 汤和知道自己的女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 所以他也不敢求情 只希望朱元璋不要迁怒于汤家 处理完道士 奸臣和汤氏后 朱坛的处罚也随之而来 虽然不忍心杀了他 却刺下了让朱坛生不如死的 被施昆行以后 朱坛就开始神志不清了 一代骄子也就此陨落 为了不让他出去丢人现眼 朱元璋还将他禁足 并找了御医给他调养身体 可那些丹药金属毒性太大 已经严重损害了朱坛的身体 没过几年 他就因那些长生不老丹药 而暴毙在自己禁足的房内 年仅二十岁 朱元璋得之后十分的痛心 可他没办法 自己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自己只能大意灭亲 朱坛死后 被刺了一个荒子为嗜好 抑制他荒淫无道 后人皆称他为鲁荒王 为什么朱坛是整个炼丹 事件的始作俑者 却没有被杀 而是处以昆行 并且还因这项刑法 而生不如死呢 昆行是中国上古五行之一 这种刑法是用来惩罚犯人肉体 和精神上的羞辱和折磨的 摧残身心的做法 是会让人精神崩溃 生不如死的 而所谓昆行 其实做法十分的简单 也就是将人的头发全部剃掉 并且不允许当事人出家为僧人 只能顶着个光头 招摇过世 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人曾经遭受过的昆行 街坊邻居的所有人 都在其背后指指点点 小声议论着这个人的所作所为 有些甚至直接对着受过昆行的人破口大骂 就类似于如今的网络暴力一样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 这些受过昆行的犯人 自然是会精神崩溃 真可谓是生不如死 因为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人们对头发的看重 远比现如今的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 所以朱元璋才会处以朱潭这样的刑法 虽然没有处死 却也是生不如死 岂是归根结底 朱元璋还是对自己的儿子 动了恻隐之心 不舍得真正地处死他 只可惜朱潭子作孽 不可活 最终还是死在了自己 一心痴迷的丹药上